大师智菩萨也称大精进菩萨,简称师智 被认为是光明智能第一的菩萨 所到之处天地震动,保护众生免受邪魔所害 据观无量寿经记载 大师智菩萨手执莲花,身放紫金色光 法相装饰与观音菩萨相似 主要区别为大师智菩萨头顶宝品宝怪 而观音菩萨头上为一尊阿弥陀佛像的宝怪 相传大师智菩萨,头顶宝品里是智慧光 菩萨一切众生,亦有传说宝品最初内容非光明 而是菩萨某一世父母的骨灰 因听闻阿弥陀佛说道 父母恩最重,需修行拜道 让父母超度三界,才得以报答恩情 但菩萨使修行时,父母早已离世 所以将其遗骨装入品内,顶于头上 伴随自己修行的功德,回向父母超出三界 两位菩萨法相相近,源自于另一个有趣的传说 在久远过去的三提兰世界 吴征念王有千子,长子不炫,次子尼摩 经过不懈的修行后 吴征念王成为了阿弥陀佛 不炫太子成为观世音菩萨 而尼摩则成了大师之菩萨 大师之菩萨与观音菩萨两人是无量节来的同修道友 同行同愿,历节以来不相为缘 在极乐世界显示阿弥陀佛左右 接应无量无边众生 和称为西方三圣